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有一些信息要保密 但不需要单独行动 可是 如果从侄子划分上说 是这样的 但现在岛上这么多人 我总要防着他为非作胆 伤害别人 而且 如果林大海真的要找他寻仇 我也不会眼看着他被害 找到赃物 并运送回国 为什么呀 我总要防着他 情 情侣 不是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同意了 等等 我是同意了 但也要和你约法三章 你要是不答应 我说什么也不会带你一起走 第一 一定要听从我的指示 我说撤退的时候不许撑架 第二 在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 你的安全都是第一位的 无论对方拿什么要挟你 情报也好 脏物也好 甚至是我落在他手里 你都要以保全自己为最高优先 答应我 格斗 那为什么不找我教你 那等忙过这阵子吗 第三个条件就是 谁厚到赌河川的定位点 谁负责钓鱼做午饭 打赌赌赌赌赌赌赌 赌赌赌赌投赌赌赌赌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安装的定位也不动了 定位显示的位置离我们很近 这样 等三分钟 如果定位还没有弄 我们就直接去找他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所在的经济与科技犯罪课出野外算少的 大多都是在城市里 但有几次任务是在南省的压热带丛林 那里的环境条件可比这里难受多了 不过 以后有意思很多 你衣服的袖口领口什么的都砸紧了没有 要不要再喷一些防虫喷雾 我现在也觉得 回来的决定真是对极了 能和你 别动 那就好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睁开眼看看 漂亮吗 我就是突然想逗逗你啊 不许打我 你之前答应的 行动期间都听我的 你耍赖 好了 任务结束后随便你打 三分钟到了 定位还没有动 走 我们过去看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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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确实不在附近 因为定位器 是他扔在这里的 而不是他 没错 我刚刚对比检索过了 这应该是 诺斯陶的羽毛 董和川的终端 从上岛之后 就没移动过 应该是早就被丢弃了 他很聪明 发现自己身上 还有一个定位器后 并没有和终端一样 直接抛弃 他抓了一只诺斯塔欧 将定位器放在鸟身上 上鸟代替他移动 虽然说早晚 我们会发现定位器异常 但他已经争取到 足够时间脱离监控了 当然不是 你刚才提到的脚印 也是证据之一 在这棵树周围 除了我们两个的脚印 没有敌三个人的脚印 总不能是 董和川会飞吧 还有 你还记得我刚才说 董和川的行动 轨迹很奇怪吗 那其实根本不是 董和川在动 而是诺斯陶飞飞停停 飞到这里时 监控从鸟身上 掉了下来 从鸟开始飞的位置 诺斯陶是一种很机密的鸟 难以被捕捉 唯独在进食的时候 诺斯陶会变得蓝散 所以这会是最好的捕捉时机 岛上的诺斯陶栖息地中 刚好有一处 与董和川的定位轨迹重合 而且终端定位也在那里 我们也许在那儿能找到 董和川的行踪痕迹 比如脚印 这样一来 我有把握 即便没有追踪器 董和川也跑不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暂时还不用 就像你说的 正常人的行走速度 一小时走不出去多远 更何况岛上地形复杂 跋涉起来速度只会更慢 从大家现在的定位看 都没有在董和川能到达的范围内 距离还挺远的 现在就告诉他们董和川失踪 反而会打乱他们原有的行踪计划 上岛前除了咱们 所有人都上交了通讯工具 理论上董和川扔掉了终端 就很难在短时间内 与王贤或田羽取得联系了 但田羽是这次活动的策划人和赞助商 他会不会私下做手脚 就不一定了 这与那间下落不明的脏物有关 走吧 去诺斯塔欧七夕地 找找董和川的踪迹 如果到那里再没有发现 我们就通知其他人 董和川失踪了 董和川身高一百七十三厘米 体重六十二千克 鞋子尺码是四十一码 这些特征都会反映在他的脚印上 那些重叠脚印就交给我 清晰的脚印你来负责 开始行动吧 我的花生 这种和川特征的脚印 只有两组 我这边找到的这组 是和大部队一起行动的 从脚印延伸方向推测 目的地可能是附近的营地 董和川上岛本来就不是为了 参与寻宝活动的 尽管主办方的奖金也很诱人 但董和川一个刚出狱的犯人 大概不会想上新闻出风头吧 更何况他的减刑是否合规合法 还有待商权 但事无绝对 你来跟踪大部队的脚印 也要小心 你只管跟着脚印密集的方向走 到了营地 如果没有发现董和川的踪迹 也不要继续追踪 我们跟踪董和川的目的 很重要的一个 是找到脏物的下落 如果直接抓人就能解决问题 那在船上就抓了 只要董和川还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攻击性 我们还是以跟踪为主 你可以让工作人员 以检查终端为命拖出他 等我过来 但如果他表现出了进攻性 那就不要犹豫 直接请安保人员抓捕 你切记 千万不要单独接触董和川 白东东西 之后 你好 случай 不 Believe 嗯 不是 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听到你在打听一个身高173左右的男人 我见过他 这么不懂规矩还敢出来参加活动 居然还有我自己开架 这么没成果的话我看你也别想知道消息 是什么呀 是什么呢 你等等 哎呀 我知道你要找的人在哪 那你总要给我点好处吧 十个活动金币 这不算多了吧 你要找的人往营地出口西边的树林去了 我听他说 那边有宝藏的新线索 要过去看看 要不要我带你过去啊 要我带路的话 再给我十个金币 问你呢 去不去啊 真的不用吗 你一个女孩子 在岛上跑来跑去 很不安全啊 好吧 那你最好快点去 万一时间久了 你要找的人走了呢 我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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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你了 怎么突然就大方了 别动 你想干什么 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 不是金属的 我快点先来 小牛胆子挺大的 想应用我 你想干什么 放开我 放开 你没伤到吧 伪装 什么伪装 老子是原装的 放开我 没有伪装 他不是董和川 这当然是 不久之前 他就在营地里 他给了我十个金币 让我把刚才那些话 转告你 他还特别跟我说 让我别告诉你 他在等你 就说他的群伤就行 我就说 哪有这么好赚的钱 他真是拿我的挡箭牌 想要吃两头 你也要掂量掂量 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 金币呢 打出来 别这么说 你警惕性高是好事 我宁愿你防错了人 也不希望你掉以轻心出事故 抓紧时间 立刻就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年前董和川报警后 上岛的A国警察曾经把整个诺斯塔岛搜查过一遍 这十年间 A国也组织过几次搜查队 上岛来找赃物 但都是一无所获 那件赃物还在岛上的话 极大可能是藏在水下 或是溶洞岸河里 董和川改换身份回调监控上岛来 肯定是为了找那个东西 那他的行动轨迹极可能是沿着河流 海域 或是以山洞为目标的 工作人员说 确实有人来询问过 是否有潜水呼吸器的配件可以更换 但因为本次活动中 主办方并没有将线索设置在水下 所以没有准备这种配件 哦 我把董和川的照片给工作人员看了 他确定和咬呼吸器的 是同一个人 看来你也察觉到不对了 这似乎可以进一步加重田宇的嫌疑 作为活动的策划 岛上寻宝谜题的设置者 他为什么避开了水下谜题 因为他怕有人歪打正招 找到了那件脏物据为己有 从这一点上来说 田宇就算不是董和川的同谋 他也一定是知道脏物下落详情的人 董和川对你已经起了引诱袭击的心思 而且从定位上看 林大海离这里也不算太远 我认为董和川现在 已经有很强的攻击倾向了 虽然不利于寻找脏物 但 遇到他之后 我会就地实施抓捕 别担心 我出任务还从没失手过 去 就在前面了 今生 我感觉到没有 那天 我来讲 我来讲 你 他又来讲 我说 你 那不是董和川 而是他做的假人 他的背包在这里 说明他就埋伏在附近 设置这个假人的目的 应该是想吸引你过去 然后伏击 毕竟这岛上的女宝藏猎人 也大多身手不俗 他评估不好你的战斗力 伏击是最稳夺的 能让他察觉到的话 我还配叫王牌特工吗 让我看看 你究竟藏在哪儿 就算是在十年前的内讧中 活下来的唯一一个人 那也是个业余选手 你这潜伏水平 还真是不够看的 找到你了 过去吧 已经解决了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